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把一些西方国家给惹怒了 特别是英国 可不是嘛 英国本来是想通过鸦片来挣钱 结果却泡汤了 因此 英国不由分说 就对中国发动了一场鸦片战争 最后清政府打不过 只好无奈地割地赔款 不过 清政府赔不起那么多钱呀 于是 他们就只能逼着老百姓们交钱 可是当时 国家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自然灾害 庄稼没有收成 百姓们连肚子都填不饱 哪有钱交啊 很多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便纷纷发起农民起义 反抗清政府 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洪秀泉 就是起义军的一位代表人物 洪秀泉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 一直想通过考科举来当官 从而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 但他考了很多次都没能考中 最后他彻底失望了 后来呢 洪秀泉又看到有很多人 每天都在忍饥挨饿 日子过得比他还要苦 他的心里就更加不好受了 于是他就开始想 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不久后 洪秀泉就从一本叫做 《劝世良言》的书里得到了启发 通过这本书他了解到 原来在西方有一个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 这些教徒信奉上帝 认为上帝是他们的救世主 很快 洪秀泉的脑袋里就冒出一个想法 哎 自己是不是也能当一个救世主 带领着受苦受难的百姓们 一起推翻腐败的清朝统治呢 于是他开始认真学习 并且到处传播基督教的教义 想让更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 渐渐的 这支队伍不断壮大 洪秀泉便建立了一个叫做败上帝会的组织 在洪秀泉的号召下 拜上帝会建造了一个储存物资的圣库 教会的成员把自己的财产都上交到圣库里 然后穷人们就可以从库里领取到需要的生活用品 就这样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拜上帝会 他们偷偷地进行军事训练 还秘密地打造了很多武器 后来 在广西一个叫做金田的地方 洪秀泉带领着全部成员发动了起义 他宣布成立太平天国 并且自称为天王 而这场农民起义战争 就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了 直到这时候啊 清政府才发现 这个原本不起眼的教会 竟然慢慢发展成了这么庞大的组织 清政府不敢再轻视 只好赶紧派兵去镇压太平军 不过太平军来势汹汹 很快就打到了湖北 向武昌这个地方发起了进攻 当时啊 湖北的官员为了抵挡太平军 竟然下令将城外的房屋全部烧掉 因为这样 太平军就没有地方躲藏了 城外的百姓们没了房子 对这些官员又怕又恨 最后大家都不再指望官府来保护自己了 一个个都转去支持太平军 帮助他们顺利攻下了湖北武昌 就这样 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 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后来又继续攻下了江苏南京 洪秀全决定将南京定为都城 并且改名为天京 在天京站稳了脚跟后 洪秀全就颁布了一项天朝田母制度 其中有一条规定是 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 有衣同穿 有钱同食 意思是说呀 在太平天国 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共同拥有的 只要有土地 大家就可以一起耕作 有饭 大家就一起吃 有衣服 大家就一起穿 有钱 大家便可以一同食用 农民们都过惯了苦日子 哪里想过 有这样好的生活呀 大家听到后 都高兴坏了 但可惜的是 这样的想法 虽然很完美 可是要实施起来 非常不容易 所以最后 这个制度 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不久后 太平天国的内部 开始出现了大问题 天王洪秀全 与其他将领之间 渐渐产生了矛盾 比如 东王杨秀卿 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 曾经立下过很多功劳 慢慢变得骄傲起来 不仅如此 在治理国家方面 他还常常跟洪秀全 唱反调 渐渐的 洪秀全就开始怀疑杨秀卿 以为他想代替自己 坐上天王的位置 于是 洪秀全想方设法 除掉了他 而其他的将领呢 也因为洪秀全的猜疑 被杀的被杀 逃走的逃走 这便是历史上的天津事变 从此之后啊 太平天国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了 而洪秀全也变得消沉起来 开始整天沉迷享乐 就这样 清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 派出了一支很厉害的军队 叫做湘军 这是清朝名臣曾国藩训练出来的一支精兵 这时候 太平军失去了大量的战斗力 根本抵挡不住湘军猛烈的进攻 被打得节节败退 更糟糕的是 偏偏这时候 洪秀全也去世了 太平天国已经摇摇欲坠 不久湘军就将天津团团包围了起来 并且很快就炸开了城门 攻破了天津 至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便落下了帷幕 其实啊 洪秀全一开始颁布了天朝田母制度 是想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可惜这制度只是一个空想 根本就实现不了 后来 太平天国的内部又出现了各种问题 大家不能团结一致 这才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而清政府呢 不仅要应对外国的侵略 还耗尽了人力目力 去对付太平军 从此之后啊 清朝更加衰落了 难道大家就这样看着清朝衰败下去吗 后来有没有人站出来尝试挽救国家呢 嘿嘿 我们下期再揭晓答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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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